今天下午没下事 我们几个在这儿就都这个小女孩 她说她没有男朋友嘛 我们就说不相信 说她怎么可能没有男朋友呢 那两个就说的 哎呀别听了在那儿胡说骗人了 有男孩都约她 她用当电话打电话我们都听着了 那这女孩就晃倒了说没有没有 旁边这俩就开始跟她说 哎你得找男朋友 你要不找男朋友以后 你咱能知道哪个好哪个不好 你咱能知道哪个适合你不适合你 哎她就在这儿强强强强强强强 我就在这儿静静地看他们 笑死我了 完了我就说的 哎呀你看她这个 这一扯蛋是一个丁俩 完了我就跟她说 我说得别听她的 他们说的都不对 还得按照你自己想而来 她说嗯我是不听她的 看来她说好不听我的行 那她问我为啥不听我的 我说的你说的不对呗 她听啥你 按这个小朋友说的 他俩都不听 我说对那就听我的啊 听我的 那行听你的 结果就在这个时候 她问我一句非常大胆的话 因为谁要能听明白 你就仔细听听 当时就给我干的恋了 你看看说完了 他们几个都在这儿乐着 他们觉得很平常的事 一下子给我干的无话可说了 不了接着不录了 就这些吧 你还是再说吧 整不过他们的 我应该停下来 我应该停下来